您好 欢迎收看航家论 我是杜真琳 随着疫情封锁放松和全球经济重启 建筑业复工 有助提高木材产品需求以及改善价格 来自印度和日本的需求尤其庞大 也是主板种植股的大鞍 原木和加板产品的主要客户 爱芬黄石头王研究估计 大鞍本财政年的盈利会按年激增69.7% 这是因为原棕油价格走高 从而推动种植业务的贡献 另外随着木材业务的复苏 以及鲜果串和原棕油产量的提升 估计下个财政年的盈利会在按年增长24.5% 棕油价在今年出现V型复苏 因此航交为时 金明财政年的原棕油价格预测 分别在每吨2650和2600令吉 由于下个财政年的盈利前景改善 行家继续看好大鞍 维持盈利预测 卖入评级和三令吉40%的目标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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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